大家好,又是星星,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看到粉紅色的豬扒 比粉紅色的豬扒更開心 放入盤子,差點都看不到裡面有什麼 很多網友都留言 之前做了很多類型的急凍豬扒 其實得到很大的迴響 很多網友留言,有關急凍豬扒和新鮮豬扒的問題 有些網友去買新鮮豬扒回去 買的時候已經叫肉當老闆不停拍鬆 跟著你的方法去醃 為什麼都做不到急凍豬扒的口感 對啊,做不到的 你不要買新鮮豬扒回來 就可以做到急凍豬扒 咬下去,鬆軟那些 是做不到的 那些新鮮豬扒,你有口感 吃下去有一點肉味 吃豬扒的確,這些急凍豬扒 是比新鮮豬扒還好吃 因為這些豬扒 如果經過冷藏、急凍、低溫、二十多度 它冷藏過一段時間 其實它冷藏過程當中 也是會把豬扒的肉汁、纖維 它會冷藏到入冷藏 然後溶了冷藏後,它會比較鬆 新鮮豬扒的部分會比較粗 絕對是做不到那些口感 如果你說,我特地買一塊新鮮豬扒 急凍原再做 那我就建議你便宜幾倍價錢 就買一些急凍豬扒 那這些急凍豬扒 一般來說都不會太貴 大約是14、16、16 甚至有些比較漂亮的 就18元一磅 那這些都是十多元一磅 至於怎麼看它的重量呢 通常這些豬扒都是180g至200g 都是一塊的 這裡約800g左右 四塊 我之前也說過兩、三次 我們在肉擋裡 怎樣選擇這些豬扒呢? 通常這些豬扒都是一條 很大條的,用機器慢慢割出來 鮮豬扒都是一塊的 有形狀的 我們選擇這類型 這些豬扒是如何為之優質呢? 我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但盡量選擇一些 有肥膏的那些 這些豬扒就會比較香 而且會比較好吃 好像這些 這塊會比較好吃 而且會比較軟 如果我們在行內拿貨 有時候拿這些豬扒 都會比較貴 但如果我們出去買 選擇這些 其實價錢都是一樣的 但我們的大前提 就是選擇這些豬扒 一定要完整一塊 要看到它有粉紅色 有肉質的 不要選擇那些 曾經融過雪那些 拿著一字 又要冷的那些 那些肉質 又灰灰黑黑的那些 就不要買那些 回到來 我們都是很簡單的 首先我們都要把它攪拌一下 我們都是放一點淡鹽水 然後浸泡去 如果業界的朋友 做這些 那些急凍豬扒 你可以先隔天浸泡去 浸泡去 然後整盤 放在菜格的下格 讓它解凍一晚 如果家庭主婦 家庭網友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都可以的 如果是攪不切的 那就可以 預先在冰箱裡 放在菜格上 放在一晚 再浸泡去 也是可以的 那這些豬扒 這麼硬要浸多久呢? 最少要浸三四個小時 我也強調 因為淡鹽水的作用 就是讓豬扒 肉質吸收淡鹽水 然後 再把裡面的雪味 一些不好的味道 再把菜清洗乾淨 這些在我們學廚的路途上 都是很基本的烹調技巧 至於做這個豬扒包 我回家 原本有兩個漢堡包 原來是吃了 不要緊 我放了一些豬扒 我待會再去看看 買不買到一些 現在流行的豬仔包 如果買不到就買一些漢堡包 其他的就很簡單 就是一些洋蔥 這樣就可以了 當豬扒用淡鹽水 約浸了兩個小時後 大家都看到淡鹽水的威力了 我都沒有動過 全部都已經軟了 剛才是硬的 現在就軟了 我們就拿一拿 然後就是洗 洗四五次 洗到沒有了 粉紅色的血水 洗一四五次之後 我們就用這個燒機裝瓶水 這些都是做急凍豬扒 一些基本的手門 瓶水很重要 如果你外面做40磅、50磅 你就用兩個大燒機 這樣隔起來 把全部都放在中間 放一些位置 讓水可以放進去 現在在瓶水之際 很多網友都提問 這些豬扒是否需要拍攝 這些急凍豬扒 不需要拍攝 如果你說用新鮮豬扒 或者用新鮮梅豆扒 你就拍攝一下 或者用家庭式的醃法 用雞蛋、麵粉、生粉 你也可以拍攝一下 讓它比較鬆 如果用醃介醃法 加一點梳打粉 就不需要拍攝 最重要的是 要全部吸乾 在家製作 我都建議大家 把所有豬扒的水分 完全吸乾 因為豬扒的味道 因為豬扒是否入味 醃得夠不夠軟 醃不醃 醃不醃 就靠這裡 豬扒在瓶水之際 我們準備了醃料 很多時候大家都聽我說 醃豬扒 我們行內是叫做醃的 嘩,醃很難聽 有很多都是我們行內的術語 打貓難不難聽 不是說叫你捉隻貓去打 我們行內術語打貓 就是我們靜靜吃東西的意思 我們外面醃這些豬扒 我們叫做萬龍醃法 在家裡醃就可以鹹一點 就是跟著的份量 這次的醃我不會太鹹 這樣令豬扒鬆軟 就來著梳打粉 約四分一茶匙 然後加一些胡椒粉 咸味來源來自鹽 我們要加五分一茶匙 另一個咸味來源來自生抽 一個茶匙 另一個味來源來自雞粉 也要加四分一茶匙 咸味和味道都夠了 甜味來自砂糖 砂糖約半茶匙 所有味道都調好 就攪拌一下 你說我不喜歡吃雞粉 雞粉的份量 你可以用一湯匙的蠔油去代替 也可以 當然,鹽、生抽 都要加多一點 我們再加一湯匙的紹興酒 大約三湯匙的清水 最後,拿兩種粉 一種是低筋麵粉 一茶匙 另一種是生粉 一茶匙 把所有醃料 生粉、麵粉等 攪拌均勻 特別是用梳打粉醃肉 我們一定要先把味道開好 不要把豬扒、梳打粉、生粉、麵粉 你把梳打粉醃不均勻 就變成一分特別軟 有些也醃不到 這樣就最均勻了 我們在外面醃了幾十磅的食物 都要把味道開好一盒的味道 我們才可以醃 醃這些豬扒 想要醃得均勻 我們就拿大一點的器皿出來 我們就把豬扒放進去 因為你有這麼大的器皿 你醃這些豬扒 你才可以把豬扒捏均勻 然後我們就慢慢把它捏 然後把豬扒捏均勻 然後把豬扒捏均勻 讓豬扒捏均勻 把豬扒捏均勻 把豬扒捏均勻 約30秒左右 把豬扒捏均勻 把豬扒捏均勻 看到這個情況 我們就可以再加上水分 再加上水分 再捏均勻 大概30秒 因為這個份量也是一個 基本的烹調技巧 我們很多時候去醃肉 也要看看肉的實際情況 因為豬扒捏均勻 它捏均勻均勻 它捏均勻 它捏均勻 我們務求 豬扒捏均勻 它要乾身 不要吐均勻 如果豬扒捏均勻 如果豬扒捏均勻 不夠透水分 你倒進去 它不會醃進去 醃進去 醃進去成攤水 就不合格 最後 我們放些油 放1湯匙 我放什麼油呢? 我會炸熟油 現在就把它捏均勻 放油的作用 最後放油 很重要的 讓它鎖一鎖 醃進去的醃料 讓豬扒有滑 如果外面醃幾十磅 就讓它撒掉醃料 醃30分鐘 最後才鎖油 鎖油拌好之後 我們外面就習慣 將豬扒 用一個盤子 一份一份 攤平 把它撒好 目的就是 讓它拿出來 把豬扒拿出來 煎完後 煎 就會成塊很平均 如果豬扒 你拿著一字 放進去 日後拿出來煎 你會怎麼煎呢? 我們在外面一定要撿豬扒 撿得均勻一點 這樣就OK了 現在就用保鮮紙封起來 最理想的 醃得有八個小時 甚至一天 這個處理豬扒的方法 都是一個慢用的醃法 這個豬扒 也可以做豬扒包 一般煎豬扒的菜式 甚至乎 這次的焦鹽豬扒 也可以用這個豬扒 甚至是吉列豬扒也可以 我習慣用鴦鴦粉去醃 醃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但用鴦鴦粉的成本會比較重 豬扒醃進去 我們就準備配菜 這個豬扒包 洋蔥就不能少 洋蔥就全部切成洋蔥絲 慢慢買了兩個麵包 我都說不買到豬仔包 就做豬仔包 因為現在做豬扒包 大部分都用了豬仔包 我們以前做的 用普通的漢堡包 但我也是堅持炒洋蔥去做 做豬仔包 很簡單 我們就一開二 這樣就可以了 上面就塗上少許牛油 放在多士烤爐裡焗香就可以了 好 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拿出豬扒 我們在筋的位置 稍微切一切斷 然後我們就開火 先拿出煎鍋 先拿出煎鍋 二話不說 再加兩顆油 然後我們做豬扒 好 有骨的地方 就盡量等多油的地方 煎一煎 一放豬扒 我們就保持中火 不要大火 現在先煎一分鐘 用二鐵鍋就比較容易處理 煎豬扒 但有一點要留意的就是 骨這個位置 我們都要想辦法煎熟 如果我們在外面煎 放在炮爐裡煎 豬扒才煎八成 留下兩成 有骨打來就放在炸爐裡 炸到十分速 剛剛好就夠熱 現在約一分鐘多一點 我們就翻到另一邊 繼續用這個火爐慢慢煎 淋煎之前記得切一切斤 讓它不要煎熟 因為它很難煎熟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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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把最難煎熟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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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主菜煎熟 腸一下 還有夠壓力 煎熟 這次煎熟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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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鍋煎熟 現在煎熟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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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拿去煎熟 豬扒正在煎熟 把多餘的油全部倒進去 放大火 把洋蔥放進去 洋蔥放進去後 慢慢煎一下 過程中慢慢炒 洋蔥很有趣 炒得夠熟,甜味才會出來 把鹽花放進去 放少許黑胡椒 想更加香,炒少許酒 炒幾下 調小火 放1湯匙茄汁 拿里帕林激汁出來 把激汁放進去 然後再炒幾下 這個豬扒包的洋蔥 基本上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把醬好的麵包拿出來 先處理豬扒骨這個位置 以前做豬扒骨這個位置 我直接做出來 做一塊燒鹽豬扒 所以放在這裡 然後把牛油炸香後 把洋蔥放進去 然後把洋蔥放進去 以話不說,把豬扒放進去 然後把洋蔥蓋放進去 然後把洋蔥蓋放進去 像花籤,刺口一樣 放在這裡 豬扒骨想要更加飽味一點 就加一點焦鹽 這塊豬扒骨再煎香一點就更加理想 再加一點洋蔥 我喜歡吃洋蔥 煎豬扒 配合炒洋蔥 包子最重要是燙香 整體豬扒包的結構就完成了 香口好吃 配合一杯凍檸茶 做這些豬扒包 一塊豬扒鬆軟是最重要的 一咬下去,如果一咬下去 一咬下去,一咬下去 就把豬扒包放進去 豬扒還豬扒,包還包 喜歡吃豬扒的網友,請按LIKE 喜歡吃漢堡包的網友,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麻煩你現在的頻道好完 繼續分享,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失禮,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出去,BYE bye-bye